李宗伟上来很主动 先突击一板 好球 第二个球的这个回合就要长了很多 双方投入精力投入得很快 从第二个球开始就开始打得非常的认真 好球 这个球林丹打得很给的很聪明 连续的给底角 然后抓到了一个中场下压的机会 这样的一分得到之后 刚才看到林丹是吐了一口气 这样第一局的局面可以说是打开了 哇 这个斜线的杀球出手很晚 但是呢落点真的是非常的尖 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球呢是想要这个时间抓的快一点 4比3 立总为领先一分 好球连续的两个对角 先是正手勾一个对角 然后呢反手呢是也是抹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斜线 那么像林丹这种身体素质速度力量非常好的选手 仍然能不时的表现出这种非常细腻的技术 非常细腻的一面 非常漂亮的假动作 这个球给人的感觉似乎要是一个斜线的杀球 出手之后呢是一个直线的滑板 好球 正手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 接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线路 但是这种球与球之间的调整时间也是用的比较长 更多的心理上的较量就在这个间歇来进行 好球 接的质量非常高 反击 5比7 林丹还落后两分 那么看林丹和李宗伟的比赛呢 确实是会比看其他选手比赛这个心情会更紧张一些 因为两个人的他们的这个叫这种较量是无处不在的 体现在场上的每一个细节当中 不光是在比赛的过程中 在这个比赛当中经常会提到一个气场的概念 虽然李宗伟在超级系列赛当中也是多次战胜林丹 但是在气场上林丹始终是显得更强 反射过度高球 李宗伟刚才的这一拍的往前的推挡啊 是 非常的有想法 这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干净非常好的一个制胜分 而且落点非常好落点非常好的一个制胜分 但是李宗伟还是用这种非常友好的眼神啊 向林丹示意了一下 感谢观看 李宗伟判断失误了 这球是落在界内的 李宗伟手上的假动作 又骗到了林丹 接发球 接发球直接杀对角 三 四 这球是出界了 李宗伟杀球出界 林丹又得一分 这个比分始终没有拉开 李宗伟也是比较挠头 像他刚才的这种 落点非常靠边的杀球 他的得分和失误 现在基本上是持平的 所以以至于 虽然场面上现在李宗伟更占主动 但是分数并没有拉开 好球 感觉今天的这场比赛 仿佛是李宗伟的状态 比林丹要好一些 虽然每一个球的处理 林丹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质量 但是这个思路和思想的活跃性 感觉李宗伟要更强 他的球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体现的想法更多 而林丹打的今天 还是稍微简单了一些 李宗伟在今年的超级系列赛当中 是先后夺得了马来西亚全英 印度 马来西亚黄金赛 印尼顶级赛 法国超级赛 七项冠军 大厚 仍然是两分的分差 继续放网 订单现在是往前和后场 始终保持拉掉 一直没有进攻的意图 突击一板 好球 经过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拉掉之后 这个球给人的感觉是显得过于有耐心了 非常有耐心的一个长回合拉掉之后 这样这个突击才更显示出它的突然性 就是让人觉得这一拍仿佛会无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之后 给人这个冷不防的一个突击 这样才能显示出这一拍的突然性 这一分也是打的李宗伟 有一些头脑发懵 换做是任何人也都会被这样的一拍吓到 那么林丹就是这样一个选手 会在一个在比较平静的场面当中 突然的爆发出他的威力 这种爆发是显得非常的突然 李宗伟的鱼跃就球没有救到 分数追平了 好球 这个球李宗伟还以颜色 李宗伟的杀球是 动作比较小的 而且听他杀球的声音 这个是比较轻的 可见他是这种点杀批杀比较多 他的杀球剩在落点 林丹现在是打得越来越放松了 嗯 我阻值的 好球 就到了 反击 李宗伟的反击 李宗伟又是 在这一份当中 又是通过了自己的 拿手好戏 也就是这种愉悦旧球 他的这种旧球是 这种非常有杀伤力的旧球 这样获得反击的机会 双方在最近的这几分 各自都打出了一些 非常精彩的球 这种比赛的精彩性 逐渐地体现出来了 没放过去 其实还是被李宗伟的假动作给迷惑到了 李宗伟的假动作 在头顶区的滑板 以及正手区的滑板 使用的次数还是很多 好球 这一拍杀到之后呢 林丹恩却是摇了摇头 因为觉得 其实落点并不是非常的好 这次李宗伟的假动作没有成功 有的时候这个要欺骗对手 首先是在这个假动作的前半部分 自己首先要相信 这样才能骗到对手 但是有的时候呢 会把自己连自己也欺骗了 所以像这种球呢 还是不宜打的太多 这球是大力的一个抽杀 抽到了网弹上 直线 在网弹上挂了一下 否则这个球李宗伟还是 有非常充分的准备 来把这个球救起的 他也预判到了林丹恩是准备杀直线 好球 这真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 这个当时林丹离网是很近的 当他看到这个球追身的时候 通过这个球来的 球来的速度和力量 在一瞬间下意识地判断 这个球会出界 那么这也确实是一种 很高的境界 在这个非常高强度的对抗之下 有的时候你的救球的反应 接球的反应和防守的反应 这个可以通过平时的训练来增强 但是像这种判断 这种对于球将可能会出界的判断 竟然也能够深入到球员的潜意识当中去 确实是非常高的一种境界 当然像这种对这种出界球的判断呢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一局比赛当中的得分方式 这个球当中也有一些意外的变化 球也是在网袋上挂了一下 这个第一局的比赛啊 看起来还是没有能够激起林丹的兴奋点 除了刚才的那个判断出界 林丹握拳对自己表示肯定以外 其他的一些得分都没有能够激起林丹的兴奋点 19比17 阿芳也是在场边念念有词 好球 好 一分 加油 一分 加油 一分 加油 我想两个人在这个气势上 压住对手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就是以对方最拿手的得分方式来得分 云南迅速的回升 这也就已经来不及了 李宗伟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加油 加油 哎呀 揭发球出界 太可惜了 这样 第一局是显得有一些可惜 林丹最后是揭发球出界 丢掉了第一局 那么接下来请看东风雪铁龙世家冠军之路 稍后我们再来欣赏双方第二局比赛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欣赏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那第一局这个林丹 第一局的局末呢 那林丹以这种揭发球出界的方式丢掉第一局还是显得有一些可惜 他算了两局 他算了两局了 一局 完成吧 来吧 打啊 咱也行 同一局 快跳 打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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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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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奥运会之前的 这种两个人的相逢和对决当中 结果当然很重要 但是和结果同样重要的是 我想双方都在寻找一种感觉 那么就是一种 对未来更重要的比赛的一种预知 那么同样双方都在感应对方 在这种情况下 林丹和李宗伟对于 这场比赛的结果 两个人是否看中 那就只有两个人自己知道了 林丹 加油 林丹 加油 林丹 加油 林丹第二局 连拿三分 林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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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开始失误稍微多了些 又是一个失误 这个教练仿佛是在对李宗伟说 把自己的内心再调整一下 又是一个 有的时候连续的失误就仿佛会形成一种魔咒一样 一种令人无法摆脱的一个东西 哎呀 这个机会没有抓住 太可惜了 三个 一 六 像林丹和李宗伟这样的高手就应该具备这种迅速摆脱失误怪圈的这种能力 一 二 六 刚才这个球没有杀到 也是能够感觉到林丹有一些小小的失望 如果刚才那球杀到了 这一局比赛会迅速的被带入一个林丹的节奏 好球 好球 这个球 这个球林丹同样也是很耐心 有机会下 其实是有机会下压 当时呢 观众当中也是隐隐的 想要发出这种声音 因为感觉林丹会去下压 但是林丹并没有 像第一局一个球一样 他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非常大的这种耐心 但是这个球直到最后啊 李宗伟并没有给林丹机会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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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林丹一个长鼓励后气 他可以 他可以 适当的把比赛打得简单一些 那么复杂一顿之后 在某几个球回归一下简单 在 某几个球 之前的香港公开赛 中国香港公开赛之前 林丹的世界排名是 被陈龙挤到了第三名 所以呢 这次的中国公开赛的签表 是林丹和李宗伟在半决赛就相遇了 好球 借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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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ền 加油 加油 所以 你找不到 好球 这个球李宗伟的反手过度高球质量一般 大家看 这个李宗伟显得是比林丹瘦一些 好像是显得比林丹瘦一些 但是其实呢李宗伟是脸瘦 大家看李宗伟的胳膊 其实仿佛是比林丹还要粗一些 好球 披掉对角 这一局的前半部分的过程和第一局有一些像 不过两个人的角色是调换过来了 团队突然推一个底角 突然推一个斜线 好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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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林丹11比5 一个较大的比分 领先进入第二局的局限休息 本赛事转播 有李宗伟为您独家呈现 没有赢不了的对手 只有不能超越了自己 那么从本赛季开始呢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升级为 首要超级赛 这也是世界羽连新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这样一共有五战比赛 包括中国 全英 韩国 印尼 丹麦 这五战超级赛升级为首要超级赛 这样这五战比赛就从以往的12战比赛当中脱颖而出了 他们的级别提升 同时奖金和积分也提高了 这个球漂亮 观众也是看得非常的高兴 这个球 这个过程太紧凑了 而且球的质量都太高了 运动员也是被这个一个球的节奏给带着走 同时也是不得不去以自己高质量的完成 去跟上这种这个球的节奏 那么谁先做不到这么完美 那么谁就失去这一分 好的 哇 这球会要出界 现在距离伦敦奥运会还有几个月 虽然目前像林丹 还有其他中国选手 他们的积分 是奥运积分是非常的乐观 但是毕竟距离奥运会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之内 其他的排名较靠后的选手 他们仍然有机会 在积分上超越我们 所以令我们的中国选手 包括林丹 感到一直比较紧张的就是 在这些超级系列赛当中 始终不能去放松 始终都要认真地对待 来保持这种积分上的安全性 这样也会使像林丹这样的选手 会感觉到精神上会比较累 所以林丹也说过 他说希望奥运会快点到来 因为毕竟男子单打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不像男子双打 那么男子双打 蔡云和傅海锋的组合 就是现在的奥运积分已经够了 即使接下来不参加任何超级系列赛 他们也是可以打奥运会的 所以他们就可以以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 来进行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比赛和调整 好球 李宗伟这个球给到边线出界 我们看第二局啊 目前林丹是领先一个较大的比分 事实上林丹的状态是从第一局的后半段开始提升的 并且当时一度是追平了比分 但是林丹的状态提升的是稍微晚了一些 所以他失去了 还是输掉了第一局 但是他这个状态的波峰 大家看到刚好在第二局全局是开始展开了 提现出来了 那么现在第二局领先的比分比较多 在这场比赛当中 李宗伟的这个巅峰的状态是在第一局的局末 整个第二局李宗伟明显是沉闷了很多 一个头顶点杀直线出界了 好球 挡网就球之后 衔接得很快 一开始并没有着急移动 而是仍然是站在这一边 等对手出球之后再去抓 因为料想他也不会出的特别 这个线路不会特别开 嗯 界外 这局李宗伟的失误还是很多呢 20比10 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 教练也是示意林丹保持平静 对 非常轻描淡写的来 这个 度过这个第二局的局末 看来刚才的这一分啊 裁判是改判了 刚才这一分裁判改判了 那么现在是林丹的第二局的据点 回放 反手的过渡 哇 这个球打追身 应该是很疼的 一定是非常疼 李宗伟是表示歉意 因为这球没有太大的必要 去打追身 哇 非常高质量的来回的放网 防住 漂亮 这个球眼看就要防不住了 最后这一拍 林丹还是进行了一个 这种赌博式的防守 并且获得了这一分 来赢下了第二局 好 好 现在我们继续来 欣赏双方的决胜级的比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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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球 李宗伟的防守能力真是强 云丹 是杀向了李宗伟的正拍位 靠追身的位置 这个球李宗伟是拍面闭合 这个球拍是贴紧自己的身体 把球给挡回去的 但是竟然是仍然是在界内 李宗伟可以说是羽毛球界的防守大师 这个球拍摄 -2,1,2,3,4,4,5 -2,3,4,5,6,7,8 -2,4,5,6、7,8,9,9,9,10 -2,13,2,13,2,13,3,4,5,7,9,10 好球 这个球林丹早早地就预判到了 但是在第一时间呢 其实林丹并没有动 其实双方呢 也是在这种不断地拉掉当中 慢慢地去 去这个 去预判 去感应 那么当某一拍 对对方的回秀线路 非常有信心的时候 林丹或者李宗伟就会 尤其是林丹 就会非常有信心地去 去抓这一拍 这个时候这种信心 要在这一瞬间爆发出来 哇 李宗伟 向往前跟进 但是这个不往失误了 林丹并没有给他高球的机会 紫尔 起来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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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林丹也是实时的不去下压 甚至在一些大家觉得可以下压的时候呢 他也不去选择下压 感觉通过这几个球啊 感觉林丹仿佛是在磨练着自己的某一方面的能力 磨练着自己的什么某一方面的素质 注意力仍然是在球一球的间隔期间要放松一下 但是一开球仍然是要保持集中 高球压制 批掉往前 好球线路的突然变化 这球是林丹首先变化 林丹现在应该是在找一种感觉 那就是当一切都特别到位的时候 那么他在去杀球 在去下压 而不是在一个机会并不是很好的时候 通过下压来创造机会 那么现在林丹就仿佛是在改变一种模式 那就是以往可能是通过下压来创造机会 而现在呢 是等一切都水到其成了 最后的这个杀球再来非常轻松的来拿到这个制胜分 当然这一种理想的状态不会总是出现 但如果经常的能够做到 那么我想对于林丹自己 他也会有一种成就感 他会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提升 林丹为要求换球 不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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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得非常贴 而李宗伟的球起得也非常的高 有的时候球起得特别高 也会让后场选手感到有一些发怵 因为他球下落是一个加速的过程 这个时候起跳杀球 也需要找好击球点 而且羽毛球下落会有一些飘 先接一个斜线 先接一个斜线 这球接住 好的 好球 反手过度质量不高 好球 这个球球救出了很高的质量 最后来到对角放网 反手的过度高球由于毕竟你没有面向场地 那么你只能靠感觉来感觉这个场地的长度 通过以往的经验来判断 所以还是不敢给的特别深 这样反手的过度高球一般都会形成机会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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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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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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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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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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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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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那就是在最后的 优优独播剧場 那也就建立了 优优独播剧場